大家好,我是灰色执照 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新制作的软件 叫NBS 首先我们进入灰大实验室 然后在底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NBS 它有很多形式的地图 实际上它都是由同一个软件制作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大概有这种情况 一个是这种非线图的效果 比如说从武汉向各个地方输送数据 它表示做可视化之类的很方便 好,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是轨迹 比如说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旅行 先从武汉到昆明 再去青海去呼尔浩特去吉林 最后再去美国 这是美国吧,对 好 还有一种效果就是这种 这个线条啊 它不像是在空中 它贴着地面 比如说我在某一段坐的是火车 这种情况 然后还有这种 2022年各个省的数据 它有一个助撰图 再有的就是像Github首页的这种效果 这个是我模拟Github做出来的 跟它比较类似 你只要搞个这种科技感的贴图 贴进去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Github的首页 最后还有这种科技发光地球 它这个助撰图已经是这种光柱了 然后底下我又给它加了个点 让它发散 看起来很炫酷 也比较适合做这种科技感的感觉 好 我这Github的首页已经打开了 它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地球 这个就是它的地球了 看 所以我在这里也模拟了一下这种效果 也是能做出来的 有飞线 有这个助撰图的柱子 很细的柱子 所有的这些地图效果 实际上都是由这个软件通过挑参数变出来的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随便拿一个单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功能 首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删掉 左边是空的 右边是空的 我们从顶部开始介绍 第一个菜单是收起来 当我隐藏之后 再按下键盘上的F11 它就全屏了 方便我录成视频 如果我做的是个视频的话 用这种方式比较好 好 我再退回来 再次回到左上角 这个菜单就显示了 再点一下菜单又出来了 好 第三个按钮 修改球体 我们点一下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贴图 我这里随便点了一个 需要等一会儿 因为网络速度的原因 你看它就变换贴图了 我弄成其他的这种都行 默认的 我给你放了很多张 但是这个贴图 它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 因为网络加载太大 质量的图片 就需要很久很久 所以我并没有放那种超高质量的 比如说一张图 好几K 好几兆 我并没有放那种超高质量的图 所以你放到很大的程度 它稍微有点模糊 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些非常高清的贴图 你放到很大 它都是清楚的 如果你需要下载 这个贴图 你就在这里 扫我的微信 加微信 我把这个图发给你 就行了 好 除了我们这种自带的 除了这种软件里面 自动的贴图之外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上传自己的贴图 比如说我随便上传一个图片 我这里有一个搞笑图片 我传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任何图片 它都可以贴到这个球上 你要做个篮球 做个什么东西 它都是可以的 这个图片有点诡异 咱们换一个 我换个 换了个封面图 乱七八糟的 也就是你可以删传自己的贴图了 好 当然你也可以 我们还累积了这个月球啊 火星啊 这种图片 你都可以 把这个球体换成 不是地球也行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上传背景图 背景图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做数据可视化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打开我们灰大素材里面的 别人做数据可视化的那种模板 比如说中间放个地球 大屏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这中间替换成地球都比较漂亮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个图我已经下载好了 上传背景 选择 然后那个图在这里 是这个 大家看 我把它收起来 把菜单一收 看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其他的功能 当然这个背景有个星空 你也可以去掉 在这里 基础设置里面 我不需要这个星空来干扰我 比如说我在让它自动旋转 如果我在这种程度下去录屏 然后旁边自己再用A1加点图表 就可以做成那种 比较炫酷的可视化动态效果了 好 我们再回到 如果不想要这个我改的背景了 我就回到这个基础设置 里面有背景颜色 我随便调 调回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把这个防芯也打开 后面这个星光点点的效果 你也可以调颜色 调别的 调成红色 也行 好 除了这些贴图之外 我们还可以上传一个云层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默认的云层 需要你把云层设置的勾旋打开 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云了 在地球的外部有这么一层云 有的时候呢 这个云层你也可以让它一起转动 它跟地球转动速度不同 可能看着就更漂亮更真实 我也可以让它反着转 调整其速度就行了 除了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云层也是可以调大小的 调大小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 汇大素材 我记得这个里面有 调大小 它特别适合做那种科技感的效果 就是外面一层原点组成的 里面一层科技感的那种地球 这里找一下 就是这种效果 你看这是普通的地球加云层 做这种科技球 你制作好两张贴图 上传就可以做这种 然后还有这种这种 这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就是你做平面的贴图 然后上传上去 把云层置换成 把云层图片在这里上传的时候 我改成 别的贴图 它就是两层了 就非常方便你做这种效果 科技感的 好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再把云层先关掉 云层恢复默认吧 默认的云 剩下的就是下载按钮了 一个是下载透明背景 另外一个下载的是 这个带背景的图片 就是有两种图片可以下载 除此之外 你就自己录屏 就主要是提供这三种交付方式 好 左侧我们可以看到点线面 我们添加路线 然后这里有默认有两个点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去旅游的地图 我们这里填京都纬度 但实际上京都纬度 你是很难知道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点击它 我在这里直接选个点 我从武汉出发大概是这个位置 确定 然后去澳大利亚 又点一下 确定 它就给你填进去了 然后这里可以改颜色 我就暂时不改了 贴地就是是不是贴了地面 它是高空飞行 还是贴了地面 好 到了澳大利亚 我再添加一个点 刚才是在澳大利亚 我再去这个 再去美国也好 再去其他地方也好 我再回到西藏 我再去新疆或西藏 这种地方 确定保存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就 它这个路线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竟然默认是这个 像铁轨一样的这种黑白的 不太好看 我们从这个线路选择开始 点着修改贴图 我用个 这种 青色的线条 比较好看 当然你想用纯色也可以 你就在这里 线条用贴图的勾选去掉 它就变成纯色了 你可以调整其他颜色 这个贴图的话呢 你还可以自己上传 制作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我上传了一个彩虹颜色的 它就是这种 好 左侧就是这种线路 如果你要制作一个这种 飞行图的话 你看 实际上是有很多个点 很多条的 你在这里可以添加多条线路 比如像刚才 我已经添加过一条了 它是连续的 从一个点到一个点 从这个武汉 到这个澳大利亚 让它转快一点 把它亮起来 那里黑乎乎的看不清 大家稍等 好 停止转动 刚才我们做了点一 到这个澳大利亚 我们再来 又添加一条线路 这个时候 我还是选这个武汉 然后 比如它去黑龙江 确定 保存 你看 这里就有两条了 你只要把两条的经纬度 弄成一样 它就是一个点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点一是重复的 所以 我再打开第二条线路 这个点一 我让它什么都不用显示 确定 要显示线条 你看 现在只看到 点二了 我把它只显示线条 保存 他们共用一个点一 为了比较精确 我把点一的经纬度去看一下 28.56 113.04 我把它弄成一样 28.56 113.04 这个点一 它就完全对上了 大家看到吧 所以我们的飞线图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然后 我们还可以调整 比如说这个点二 你看有一个东西在发散 上面有个这个四灵锥 四轮锥吧 好 我们点击它 点击第二条线路 点二 我点出它 线条它是没有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点 原点 底下这个原点 我们留着 文字我们留着 四轮锥不要 确定 保存 可以看到 现在只剩下原点和文字了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控制 每个点它是 它身上带了四个属性 线条 圆点 顶部的四轮锥 底部的文字 好 接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线了 我们再看一下线 有什么属性可以调 比如说线条的宽度 线条的凹起高度 可能这样看 你就不要 线条 凹起的高度 比如搞成零 它就是贴着这个地面了 线条分段 分段就是 它这个图片的密集程度 比如说我用这个 我用这种渐变色的 可能更容易看出来 现在分段很多 我把分段搞成 一 你可以看到 它只有一次 我把它的速度 再改慢一点 可以看到就有这种 过渡的效果了 这些属性 大家都自己去尝试吧 线条 点我们也是可以设置的 点我们可以设置 这个动画 比如说 我把动画弄大一点 速度弄快一点 或者我不需要动画 底部这个点 我觉得太小了 这个小圆点 我把它弄大一点 这些都可以调整 点线 四轮追 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把它弄高一点 离这个地面高一些 不转动 或者转快一点 或者是反着转 都可以 这属性 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自己去试一下 好 左侧中间 基本上都讲了 可能还会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外发光 大家自己到时候尝试 我就不讲那么细致了 灯光 比如说让这个地图特别亮 把主灯光去掉 或者说 我觉得主光线太强了 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自己来尝试 字体 都是可以设置的 好 右侧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助撰图 它就是添加助撰图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cell 填写好之后上传 上传一个cell 直接生成 把经纬度都填好 你也可以点这个加号 你看我点了一下加号 在经度纬度 添加了一个点 添加了一个柱状图 在顶部了 假设我想在武汉市 添加一个这个柱子 我就要去改它的经纬度了 我们同样可以点这个 去找到武汉 这个柱子就移过来了 因为这个柱子的范围是0到100 所以它的 它值比较少 所以看着比较矮 我把它改成50 柱子就变高了 线条 现在讲柱子 我就把这个线条都删掉 柱子就比较高了 但是有的同学说 我刚才想选武汉 但是它不是很精准 因为这个东西选择 它范围太大了 也很难选择很精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 获取经纬度按钮 点击一下 它就打开了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 比如选经纬度的 我们把它定位到武汉 这里点一下 可以看到 经度纬度都出来了 经度30.57 我们就改一下 30.57 好 纬度114.26 好 它就非常精准 在你刚才点的这个点 这里了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添加点线面的 经纬度 不只是用这个方式 要很精准 就用这个高德地图的这个 这个平台 来辅助你 柱子有了 我们柱子可以调整一些 宽度 高度 多边形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四边形 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直立的方柱子 这个颜色好丑 我换一把 灯光的关系 灯光 我把柱子的多边形改成四条边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种矩形柱子了 我也改成六条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这种比较科技感比较强的柱子 然后把它拉到最大 它就是个圆柱了 除了这种柱子 我们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发光柱体 就是它变成一个这种 发光的柱子了 看到没 我多加几个 这种做科技感的柱子的时候 还特别有意思 我把底图改成这种深色的 你看它在上面发光 发光柱和圆柱有两种 左侧点线面 右侧柱状图 中间调仓数 最后下载 基本上我们的功能就是这些 剩下的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